刚才我们看到了李绍红导演和黄建兴导演两位演艺圈的前辈 在练习场上可为是像新人一样捏手捏脚 不过高尔夫球赛真正的较量 自然要到球场上才能见分晓了 可是别以为上了球场就一定是各种好手了 这水平也是参差不起 准备好香蕉补充体力 黄晓明和唐继理所率领的金钟月飞小分队 熊啾啾气昂昂奔赴赛场 在发球区 全组成员才真的感受到实战的困难 黄晓明一板一眼地学习起来 先不说技术如何 这扬眼的姿势已经足够蒙混非专业人士了 球可以没打到 动作一定要做好看 导演唐继理给大家开了个好头 黄晓明也不甘落后 再来一个 不过周冰上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戏里是猛将跃云 却奈何不得一颗小球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黄晓明以自己仅有的经验 还在现场当上老师了 越往后打 似乎黄晓明越来越上手 小分队纷纷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 打枪就可以 打球就没学过了 你的综合水平怎么样你觉得 你没做 综合水平零分 是拳都不会吗 还是说唐岛可能好一点 我估计唐岛会 对 我们这都是不会的人 然后初级水平 但是挺好玩的嘛 但大家聚一次 好玩为主 你刚才打了几个球感觉怎么样 我看你一直在试 挺好的 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喜欢就不停地打 反正你肯定多练就会好嘛 相比而言高手们的进度就要快得多 这波开球一会儿的功夫 吴启华和红天明就已经把球打到了第一杆的国令处 而在挥杆几下之后 红天明决定一展身手 不知道面对尽头 他的第一球会打成什么样 没想到一杆进洞 这样出色地发挥 主角竟然还如此淡定 看来实在是个高手 还好 是第一个洞 所以还没有真的 还没有就是找到状态 对 希望第16个洞开始 可以打好一点 吴启华的球技同样不赖 不过看到红天明这么出色地发挥 还是有点小压力 很开心 很舒服 打得不好 但是这样才 采访一结束 吴启华就赶忙回到车上翻看数据 看来刚才那一说 还是谦逊有余 再看看谢东娜 这姿势就知道 她也是个打球高手了 谢东娜 廖金生 行奥伟 这一次被分散一组 可谓强强对话 谢东娜一球就已经上了国领 却还是对自己不甚满意 看起来没能一干净动 对于他们来说 就已经是失败的表现了 而今天场地有风 也一度被认为影响了发挥 要动很多脑子 把你所有的球技加上你的脑子 然后加上你的运气 三者合一才能打出一个好球 所以今天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对对对 要比平时的盖索要多加十盖 那我们最后还要会颁奖 你对这个拿这个奖有信心 哎呀 我现在有两个都打爆 一个加八 不 加四 就八杆 因为我们是算总数的 四杆都有加四了 所以说我今天会打爆几个 但我会努力的 永远不气馁 加油 一谢东纳的水平 要求其他选手 可能有人就得哭了 轻盲的导演杨文君 和新运力大线主持人刘畅 其实也完全没有经验 有镜头在 更紧张了 这边 它这个 它这个坡度的问题 场地的问题 打到球了 好 不错 有进步 这打不到球的借口 已经找不到了 再一杆下去 刘畅自己也崩溃了 你刚才不是打挺好的吗 一拍你就傻了 就是 因为我们下达的命令 就是要拍 我是全是一个不会打的人 知道吧 要反乘我 对的 对的 就是这样的设计 锡纱当头有刘畅打底 导演杨文君 确实越战越勇 好挺 加油 好挺 导演是不是练过了 我第一次摸杆 我现在无杆到刚边上了 还行吧 来 你先来 可是刚高兴了没多久 杨文君又开始技术不稳定起来 好球 哎呀 无奈只好转着圈 罚起进攻 进动甘树猛增 不过这两位都是迎难而上 不服气的主 这次又是赶牙子上架 必须来参加这个活动 第一次连练习场都几乎算是没下过 直接来打 基本上现在都能八个人进洞 对 刚才球同都说 有些球打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没有人听见吧 我见过谦虚的 没见过这么谦虚的 混迹于专业场地的非专业选手 还真不少 张元导演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手 虽然水平不算很高 但张元绝对是全情投入 还想邀请摄像加盟 可没想到的是 原本热情如此之高的张元导演 刚过中午实在抵不住日头独晒 打了退堂鼓 但这些初级选手们一定想不到 不远处的高手们 也有马实前提的时候 刚刚一杆进洞的洪天明 差点出了一次意外 洪天明这下跑远了 如此失常的表现 让人大跌眼镜 你们在我太紧张了 没力没力 对 打球不能太发力的 是打到打的 洪天明这边悔不当初 于是趁着吴启华打球之际 想要再发挥一把以示正硬 虽然信誓旦旦 但洪天明却还是发挥时长 我觉得你应该跟着他 你跟着他对我有好处 你跟着他 跟着他 快回是火星嘛 高手势力新手们倒是渐入佳境 在场地内记者发现 原本要赶晚上开工的黄晓明 居然留了下来 一动一动往下打 没有进砂坑吧 没有 没有了 另一边 唐继理却不小心 把球打进了长草区 一下子有点手忙脚乱 随着球技进步 组员们三下五除二 再次攻上国领 压力大 压力大 看起来很容易进洞的 一杆黄晓明这一次 却发挥时长了 好玩 本来没想打 又下一个动 还继续打吗 这边也不用抱抱 时间不过了 时间不过了 先走 先几点 时间是吧 对对对 我们打到十八动算了 打边聊不就完了 但唐继理在又一个开球区 却差点发生危险 唐继理差一点砸到大家 把自己也吓得够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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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这个打法你们没见过了 打球过程中的各种刺激和笑料 也让小分队彻底放松了 对 平常大家见面都是很严肃的 穿着衣服然后工作很累很辛苦 然后每天背台词突然这样子就觉得就好像是一家人在度假一样 突然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唯一让黄晓明有些担心的就是自己脸上的伤口 不过他也请影迷们一定放心 会再影响拍戏吗 会的 今天这一上午晒下来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留颜色 终完小手术现在好一点 所以还是让他休息多一点 黄晓明不得不离场了 忍了很久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 小明也衷心感谢大家对一个菜鸟鸡选手的担待 谢谢您们 谢谢 不知不觉赛城已过大半 去看看新娱乐的自家人表现如何 优家居然在吃香蕉 这也太悠闲了吧 我千年难得吃个香蕉就被你们拍到了 不过正当记者疑惑 优家怎么不露两手时 看他上场的架势 估计大伙也都心知肚明了 over了又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洞嘛 一动比方是趴坡就四肝动 如果我打八肝呢 我很划算的嘛 就比人家多打了四肝 打了好多人只能打四肝 多打打不了 我能来回打 这很划算的 主要是来锻炼身体的 所以我尽量多打几肝 这就是我的想法 故意的是吧 对我故意的 被你们看出来了 不专业的优家在球场上圆形毕露 还试图想要拖浩天 一气下跪 我看去看 他就推不进 来了 因为专制不了 手不要抖呀你 浩天的球机到底如何 各位一看便知 你看吧 就我说吧 这是事实 现场直播给大家看 这不能怪我的 这是怪电视机 这是摄像机在这 不过我觉得高尔夫是一个 也有很多球员 是现场直播的呀 那当然了 就是高尔夫为什么是世界 专业可以说跟FOMULA 1跟网球一样 是世界上Top 3的运动 我觉得就是它不是跟别人较劲 专专专业不专业其实并不是关键 这场十周年庆典开心才受王道 因为很多艺人啊明星都是远道而来 特别为了我们新一乐在线赶到上海来 他们有的在拍戏呀 有的在参加活动啊 很多从香港啊或者北京啊各个地方飞过来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我们新一乐在线的支持 当然最主要也是好朋友可以相聚的一个时刻 新一乐在线上海独家报道 新一乐在线上海狗